今天我們說餓命學 你能否立即掌握 我聽到你令我很興奮 因為身邊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都是餓不同的名字 所以我突然之間 好像成為了一個小專家 其實餓命學其實是對號入座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是那個月出生 你就立即知道餓什麼 你就可以忘記那個月份 餓那樣東西 於是多一點那樣東西就可以了 集中著它 等於今天我們說到 生於大概五月份 西曆到八月七日 即夏天出生 其實是每一年同的 你看回萬年曆 你就知道你自己那一年 你是不是在這個框框裡面 這個屬於夏天出生的人 夏天屬於火很多 所以它是餓水命 是要水的 要水來降溫 是的 我們說回一件事 就是原來除了這個餓命學 是可以應用在人的生活習慣上面之外 原來也可以應用在公司 和國家甚至地區 譬如香港是七月一日出生 美國也是七月一日出生 所以美國和香港都同時是餓水命的 以香港來說 因為它是餓水命 水是代表北方 北方是代表整個中國大陸 所以中國內地整個大陸 就是香港的用神 另外香港有一條很漂亮的 維多利亞海峽 這個就是香港吃虎的地方 因為是水 因為是水 所以香港人其實是飢餓於水 香港人是餓水命 美國人是餓水命 而家裏我們生於五月到八月 夏天出生的小朋友 他們都是餓水命